大家好,我是三喵歇小尾巴上岗 之前有朋友在我的节目里面问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特别好 说三喵,你能不能聊一聊这个武器的数量优势跟质量优势 他们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但您看我也没带小本文 所以可能附属您的话会有一点点的走行 如果走行了,请在留言区告诉我 谢谢 那么其实这个从这个本质的意思来讲也不难理解 你看有些武器 比如说T34经常被虎式坦克,豹式坦克打的脱帽之境二战的时候 但是它数量多 T34海这玩意儿造了五万辆 黑豹坦克造了大概五千辆不到 虎式坦克造了一千多辆 虎王坦克,二战德国的虎王坦克造了多少呢 489辆 你像猎虎坦克军机车89辆 这个像是坦克军机车啊 这个80多辆啊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T34再加上美国的谢尔曼 完完全全就把得意志的这个动物园给淹没了 所以你看这个数量上的这种东西看起来还是有意义的 但是哎质量你看有的时候也还是有意义的 你比如说这个海湾战争的时候 我经常提到这个案例啊 F117隐身战斗机 对不对 它的这个空袭 整个的机队就没多少价的规模 它整个空袭的时候啊 它的这个出动的架次 占据总价次的比值也不高 但是它摧毁的高价值目标是非常非常高的 你就包括这次乌克兰反击的时候 这不是前几天有人还在说吗 嘿你看见没有 这个鲍尔坦克不是陷了吗 哎最近啊 这两天这网上另外一个夜战的视频发出来了 这个鲍尔坦克大发神威 先是挡住了一枚俄国的穿甲弹 紧接着在夜市的这种帮助下 一个一个的对俄国赶过来的这个 坦克装甲车去挨个的去点名 而俄国那边只能被动挨打 就宛如那个徐某人那个音乐 背景音乐 就那种那种排队过来 然后盲目的被这个鲍尔坦克精确的点名 那个视频不长 但是你就能够看出来这个质量有什么 那么问题来了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这个武器数量上是有优势的 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这个武器你的质量上是有优势的 这个当然你说体系 任何任何的武器都要把它放在体系里面 据说你不能说这个二战的时候 德国它有这种猎狐坦克监机车 它有这个东西多么的牛 对不对 可是这个东西它在一个体系里面 德国的燃料供应也不行 零配件供应也不行 整个体系都是崩溃的 这个一辆战车改变不了什么 对不对 那么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数量优势 数量优势就是在同等级的这个 数量优势就是在同等级 同等级 如果您跟对方是同等级的这种情况下 你的数量越多 那么你的优势自然就越大 解释一下什么叫同等级 我们说比如说战车也好 飞机也好 这个军舰也好 你看这都有 对不对 那同等级的意思就比如说火力防护速度 这几个方面 就是都还是在玩这个三角形 你都还是在玩火力防护速度 这个三角形 可能你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大河跟比斯曼哪个厉害 这个五藏号 大河级二号舰 主炮460毫米 比斯曼380毫米 大河比这个比斯曼厉害 不是这样的 只要你们还在玩同样的三角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就是同等级的 数量越多 就越有优势 对不对 所以你看日本人 他后来为什么说造大河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值得试上去呢 因为日本人走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 跟美国要竞争 他想说我一条军舰 能够单挑美国很多很多条军舰 但是走的这条路还是 我在跟美国人玩这个三角形 火力防护速度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这个一个军舰 对吧 你造出来之后 你真的能够匹提美国那边十个军舰吗 那可是真的未必的 对不对 那点心的比斯曼号战列舰 那个造出来的时候也是很牛的 对不对 那到最后是怎么被击沉的呀 对不对 还不是被群欧击沉的吗 对不对 那么你同等级的情况下 数量越多 当然越有优势 那么你不同等级 你已经是有代差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质量优势就起来了 什么叫代差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个当时二战的时候 可是大炮巨舰的这个巅峰时代 但是航空母舰横空出世 可能就那么小小的几艘航空母舰 也不能说小小的 可能就那么一艘航空母舰 就能够大探一支舰队 对吧 这就叫质量优势 为什么航空母舰不给你玩这种三角形 火力 好吧 跟战略舰比 这个没法比 对吧 那个防护 没法比 速度可能稍微好一点 就这么个破军舰 但是它能够在你根本打不着的地方去打你 那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塔兰托空袭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对不对 那个意大利当时是六艘战略舰在地中海这边 对英国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危险 而英国这边没有那么多的战略舰 那怎么办呢 好 一艘航空母舰光辉号上面起飞的十几架舰鱼飞机 舰鱼飞机那种双翼机会飞的那种绳索 就那破玩意儿啊 一个晚上就把意大利的主力舰干掉了三艘 你看这种情况下航空母舰就是相对于战略舰的这种质量 就是碾压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说这种数量跟质量 你什么情况比起来 就是你代差 你要真正的明白你的武器跟对方是有代差的 那这个时候你宁可造的少一点 你的质量就有优势 但是现在很大的一个悲剧 对于很多的国家的军政领导人来说 那明明你的武器跟对方没有代差 你非要吹的说你的武器天上地下独一无二 然后你有那么一个东西 两个东西你就自以为这是大东亚决战神器 大俄罗斯决战神器 然后就陷了吗 比如说匕首超高音速导弹 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你如果跟对方也只是同等级的这种情况下 你当然要数量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能够做到跟对方不同等级 你就是这个质量优势 你看看乌克兰 他现在为什么要北约飞机 为什么要北约飞机 因为你跟对方去拼数量 你能拼得过吗 你拼不过 你只能去拼质量 对不对 北约的飞机 北约的坦克 跟这个俄国的飞机 俄国的坦克 是不是一个代差 当然是了 因为我之前讲过 最早二战时候的武器 火力 速度 防护 一般都是这三个东西 但是 但是 现在的武器 什么呢 感知能力 感知能力 战场事态 感知能力 网络化 作战能力 包括这个OODA 这圈循环 这种能力 这才是要命的东西 不然你看看海马斯 海老师 是怎么样对俄国军队进行点名的 难道真的是海马斯 这个火箭炮的火力很强吗 那个俄国他自己的 那个火箭炮 看起来要比海马斯 要威猛很多呢 那叫什么来着 俄国那个叫什么冰雹 还是叫什么龙卷风来着 那个看上去 比海马斯要牛多了 但是海马斯 你看 战场感知能力 整个的这种联网能力 等等等等 是比俄国的冰雹 跟这个龙卷风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所以海马斯 就对俄国的这一众兵器 形成了一个代差 所以只有那么三十几辆海马斯 就已经把俄国人打成这样了 对不对 那个普京大帝说 那个我们已经摧毁了多少辆海马斯 两百多辆 是吧 挺牛的 这个乌克兰现在有的海马斯 还没有这个普京大帝的海马斯的 这个摧毁的海马斯的一个零头这么多 所以你看 这个你要理解 这个代差 就是你能跳出这个传统的这个循环 你跟他们玩这个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感知和network做的好 就是比玩传统的 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优势 那么当时二战德国 可能您不知道 曾经有可以扭转战局 扭转潜空的几乎 我之前做过一个节目 叫纳粹德国的所谓的奇迹武器 当然很多都是线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不是 为什么呢 这种潜水艇跟以前的潜水艇不一样 过去的潜水艇啊 它呢 在这个水底下可能只是临时的待一待 然后还要浮出水面 但是这种潜水艇能够在水下安静的潜航 很久很久 那对于破坏对方的感知能力 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者 但是这个潜水艇 投入战场太晚了 第一艘这样的潜水艇去守航 1945年4月30那一天 希特勒已经刺杀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说你看 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如果你跟对方还是在玩这种东西啊 我的坦克装甲很厚 我的坦克装甲比你厚 这个很多得粉啊 当然你可能会觉得三秒你是不是也是得粉啊 你仔细抽抽 这背后的坦克模型 基本都是这个纳粹德国的这个坦克模型 但是啊 对吧 这个玩模型的嘛 得粉多一点 但是这个难能可贵的是你要有清醒的认识啊 对吧 我的坦克啊 这个比比你的坦克 我的坦克比你的坦克装甲要厚 火力要猛等等 这些东西本质上还是你在玩这个 这个不构成什么质量优势 你真正的质量优势是什么呢 你的坦克的这种战场感知能力 可能你的坦克当然这些东西不能差太多 但是你的战场感知能力 你的这个network比对方要强 你比如说典型的 你的坦克如果装上了夜市仪 那么最早的时候的夜市仪 就是在德国的黑豹坦克上装备了这个东西 那么德国的这个 我做的这个东西在哪呢 你看这个东西啊 看出来这是什么了吗 这是德国的猫头鹰一夜战的这种战车啊 这个红外线灯 晚上的时候能够帮部队去看清目标 而引导这样的黑豹坦克去杀向盟军的目标 当然这两个配合行程战斗力 1945年3月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纳粹德国已经快凉了 但是这个思路才真的是正确的 因为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凭借几辆少数的坦克 你的战场感知能力比对方强太多 那这个时候就能够在别人做不了战争的时候 你在晚上去做战争 所以你看到没有 你光机比装甲厚度什么 这个意义不大 那数量上迟早就把你给你碾压了 你只有去在另外一个维度上 跟对方去做一些这种抗衡质量优势才有意义 那么当然还是这句老话 很多的军政大员悲哀的是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装备 跟对方其实比起来没有任何的这个代差 然后还坚持我们这个是大中亚决战兵器 大俄罗斯决战兵器 那这个就活该了吧 那行 我们接着这个话题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